我們黨中央剛通過蔡壁魯委員來參加這個中醫選區 是跟大家推薦一下 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會簽戶口到台中這樣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更重要是中張投所有的 因為中張投也不是只有一區要選立委 這涉及到整個中張投的全盤戰局 所以這個還要怎麼做 還有誰要那個我們還要再詳細的規劃 問一下因為你昨天說這個 你講放狗咬人那洪山又說民進黨沒有養狗 這只有民眾黨 他們有養著 但只需要做 沒有啦我也這樣 我還是很反對那一種 一大堆什麼1450側翼名罪 我基本上我個人很厭惡 好了好了是這樣 現在馬上對狗這個詞很不滿意 所以 就是洪山你覺得對被講狗很不滿意 那沒辦法啊 請問他現在那個民進黨的犯人說你這樣子是言行失格 不適合參選 是民主不好的示範嗎 我跟你講齁 這樣講了就講了 只是說人在氣氛下就會講這種話 我就很討厭他 你看齁這一次這個福茂事件 他就是典型的一條龍 作假新聞嘛 這個你遇到也才好 他裝可愛 裝那個有風度 早就想把他踹下去了 你狗的說法你需要修改一下 我怎麼修改 講過去了要怎麼修改 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那你剛才講那個你想好行政院長的人選喔 我 我下去以後我再跟你講 欸那邱成遠是要佔新莊的意思嗎 看一看啊我們中午會討論 好謝謝大家喔 然後又不要講一下就是說那個民進黨的立委又批評你現在就會被賴清德喊話這個要不要提掉ECFA 他說這個是你在跟北京爭取支持 講話 就是你跟賴清德說要不要提掉ECFA 然後民進黨的立委說這是你在跟北京爭取支持 我還以後喔 這就是問題 他們有側意有立委有名嘴 我們都只有柯文哲 所以他們都不用回答 每天都放狗咬人 要不要叫狗主人自己出來回應一下 所以現在就是希望賴清德可以親自來回應 對阿 有關於那個浮帽的議題喔 侯永宇說你講話邊邊倒倒兩人政策變來變去 或許反浮帽現在選總統才說不反對 那希望你務實面對你務實講的話 其實喔是這樣啦喔 像這個這次這個什麼重啟浮帽之前都是典型的喔 假新聞然後一條龍然後這個媒體操作 欸我跟你講喔 你們有看到哪一個影像說 柯文哲說要重啟浮帽 但是這樣啦喔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你知道他一定會討論台灣的經濟嘛 那大陸是這樣他站台灣出口高的時候43%低也有38% 大概在40%的上下 而且每年出超大陸是1000億美金 美金也不是台幣1000億美金 所以內部一定會討論說我們ECFA要不要繼續 ECFA如果繼續的話裡面的浮帽厚帽哪些要維持哪些要刪掉哪些要增加的 內部一定會討論 要更好笑的 欸我們在討論是用陸委會網站在網頁裡面的資料當作標題在研究的 你陸委會不是 就是裡面那個網頁不是寫說要盡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然後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規範之下去進行後續浮帽跟厚帽的討論 不是這樣嗎 欸我講的就跟你們那個陸委會網站的資料一模一樣 我不曉得打什麼 所以就典型嘛先做獨家新聞 然後再名嘴啦側議啦然後再 啊反正這樣 那現在是這樣啦 以其人之道凡自其人 我也請所有的媒體記者去問那個賴清德副總統 你認為這個ECFA要不要繼續 那那個後續的浮帽、貨帽的這個要不要繼續協商 還是你有本事就說你主張把ECFA停掉 永遠不要再做浮帽、貨帽的這個協商 你如果要反中、反商就反個徹底 放狗咬人我現在就要回去問你 那你對這個題目你的主張是什麼 還是有網友說你2013年在浮帽公佈會立法院的 說浮帽要是開放的話台灣的高階醫療人才會到中國 那台灣低階的醫療人才薪水會降 那網友認為這是毀利不要再打理這樣子 我不是講了嗎 所以貿易一定有好處、壞處 所以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所以原則上是如果讓好處最多、壞處最少 所以為什麼說一定要開始要有一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因為你有個規範才能去討論說這浮帽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如何把好處最大化、壞處最小化 這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再講一遍 原則上是應該先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有一個規定來規範兩岸之間經濟問題要怎麼做協議 第二條 我也認為貨貿比服貿先 因為貨物的這個 對社會衝擊會比較少 我這個主張跟陸委會主張也沒有什麼衝突啊 最近綠媒又一條龍的炒作這個 我要重啟服貿的事情 我們只是在一個內部的討論的時候寫的一個文件 結果你就要拿出去 然後就一條龍作業 從這個PDT、媒體名嘴上一路的打 其實就是很典型的 某紅的認知戰嘛 我們回到一個事實面來試量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會占到整個台灣的出口 最高到13% 而且對中國大陸出超市 1000億美金 所以不管怎麼樣 民進黨完全不跟大陸討論 這是不對的 因為中國大陸還是一個重要市場 那國民黨為什麼在過去談這個也會失敗 因為利益不應當被 買辦集團所壟斷 它應當被全體人民所共享 結果這種與大陸貿易的好處 一般老百姓並沒有感受到 這也是為什麼 2014年會出現太陽花雪雲的原因 那麼在2013年的這個立法院的公聽 我就講已經講很清楚 我們不是反對胡茂 我們是反對黑箱 所以事實上在太陽花雪雲之後 它有一個重要訴求 就是要通過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我是完全認同的 如果我們必須以大陸進行各種協議 那一定要有一個規範 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價值 叫民主自由 所以我們應當說任何一個協議 一定要透過民主程序的監督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立法院通過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有這個規範以後 那將來才能夠去規範 我們任何跟大陸的協議 那至於說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跟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個還是不一樣的一個是處理政治性問題 一個是處理 經濟上的各種協議的問題 昨天柯總召的那個回應 我覺得還是不對 所以結論是這樣 兩岸之間還是必須 有貿易往來 我們完全不來往是不對的 貿易往來是被把持的也不對 所以我們是主張說 第一一定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在台灣的民主的價值之下 來監督這種兩岸之間的貿易往來 更重要的是 事實上從務實面來考量 貿貿一定比福貿優先 所以結論兩個重點訴求 第一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先通過 第二 應該是貿貿比福貿先討論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當初民進黨他們也是承諾要通過 結果現在在立法院堂七年 而且民進黨也從來沒有說他們反独貌 甚至國委會還有發過新聞稿說 其實把這個立法先確定之後 後面再來幾條審查 結果現在反而在攻擊你 用這種往後作戰的方式 其實就是典型的行政態度 只有民進黨不想通過的法律 沒有民進黨不能通過的法律 因為事實上他們現在在國會是一黨獨大 那既然這個是一個重要法案 特別他是太陽花學院之後 一個重要的訴求 那如果要講的話 在十年前印象中蔡英文還跟馬英九 有辯論過說 ECFA要不要做完 那當時把ECFA講得洪水猛獸 結果你蔡英文自己執政七年 如果你當年那麼反對 你現在為什麼不把ECFA停掉 所以我們還是要面對事實 來做一個務實的處理 這樣才是正確的